國豐國中美術班第30屆畢業生及中原國小美術班第17屆畢業生 共同呈現的藝術創作結晶、藝術及8畢業連展 直起到3月15號在文創園區第6棟展出 有八大類風格200多件作品 歡迎民眾可以前往參觀欣賞 我們中原畢業生們將把4年所取得成果展現在每一幅畫面上 在這邊我首先先代表中原實踐的美術班全體 感謝我們的書導吳瑋玲老師 感謝老師的分辭辛勞讓我們的素描、財產以及設計能夠有明顯的進步 也在此感謝每一位曾經給過我們支持以及鼓勵的老師和家長 是你們成就的如今的實際鍵 孤才的我們千呼萬喚完成的作品 我們仍不敢相信我們竟然開幕了 想起日日夜夜的煎熬 之前燒腦構思憔悴的美容 會靠沉重與不安的壓力 今日我們希望能將最好的一面呈現給大家 中原國小與國風國中美術班長年為華聯地區培育藝術創作人才 12日上午在華聯文創園區第6棟舉辦藝術幾發 畢業連展七首國風國中美術班第30屆畢業生 及中原國小美術班第17屆畢業生 帶來八大類型的美材創作和百餘劍的藝術成果 國風的美術班成立到目前為止已經有32年了 畢業的學生已經在社會科系都已經開支散業了 那也都有良好的表現 那校長也期待每一屆國風美術班畢業的孩子們呢 他們呢 撐起這樣的一個傳統 出去發揚光大 這樣的命理是說呢 孩子們呢 當他進入到醫師律頂殿堂之後呢 他可以觸發一連串 非常的不可思議的驚喜或是驚奇 那在無論是中原藥或是我們國風的孩子呢 一趟入美術班以後呢 他呢 老師們都會在他銀桃之下 讓他對這個創作有一個知足性的存在 那除了創作的知足以外 不斷地條斷一些困難 那藝術將來屈性漸進的來進行發展 國豐國中23位應屆畢業生呈現3年藝術學習的創作成果 精選水彩、素描、版畫等8大類型百餘建作品 中原國小19位畢業生在4年藝術熏陶下 展出水墨、漫畫立體造型等平面與立體的8種媒材創作 兩校內容豐富多元 充滿學生天馬行空想法和趣味 集約期展出至3月15日 歡迎民眾前往參觀欣賞 給予小小藝術家鼓勵和支持 藝術長方眼華聯絲報導